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雙鹿石間位於西貢的陸湖 是西貢區最大最出名的一條石間 甚至有人說它是香港九大石間之首 石間的源頭是由大枕蓋一直流入大浪西灣 而我們今次就是由下游開始出發 這裡就是雙鹿石間的下游四碟潭 很明顯會看到四個不同大小的潭 不過這個情況比較特別 因為如果在外國的話 這些出現的潭的情況 都會在中上游的位置才會見到 因為香港的地理環境和外國比較不同 就是山多、地少 加上香港很多山 其實我們看到的都只是山腰的位置 山的位置大部分都是海平面以下 所以比較難形成一個漂亮的下游的位置 多數會形成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潭 這裡之所以叫四碟潭 是因為它是由四個深潭所造成的 雖然每個潭大小不一 容貌各爾 但是高低有墜 四碟連潭 真是很難得的景觀 四碟潭最高的這個水潭 水深廣闊 是四個潭之中最大的一個潭 加上差不多十米高的崖壁 感覺就像一個世外桃源一樣 流水中中不絕 就像我們人生的時光 永無休止 假若停滯不前 最終都只會成為一潭死水 唯有不斷地學習 突破自己 挑戰更多的可能性 挑戰其他人意想不到的自己 我們才會可以蜕變成長 原來要找一條自己的路也不容易 當你的平衡力比較差的時候 要踩哪一條呢 看見阿輝很快就走過一段又一段的路 相比起來 我實在是走得很慢 但我明白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根本就沒必要去做比較 要懂得去接受自己 阿輝,你走得很快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逛間都可以訓練我們的專注力 就是當你很集中精神 走過一步 路自然就什麼都不想 你走到之後 又可以放鬆 又欣賞自然的環境 一鬆一放 這個感覺 很有趣 來,繼續吧 雖然要靠自己去摸索自己的路 當中經歷到不少的困難 但相對起來 滿足感就大很多了 經過了半天的行程 我們終於到達了千絲墓了 對,終於到了 不過今天水比較小 所以 看上去就沒有這麼紅狀 不過不要緊 如果水流太急的話 可能也會有點危險 不要緊 我們繼續進發 OK 由於早年在瀑布的上游位置 起了一條堤壩 將水流入萬宜水庫 所以千絲墓雖然有瀑布之名 但其實已經可以說是名存實望 不過 由於瀑布下面 望上去 這幅差不多 有成一百尺的峭壁 實在是不難想像 以前的瀑布的氣勢是多麼壯觀的 對 Amy,千絲墓這裡 又冷又斜又站 有難度 逐步逐步來,慢慢嘗 不嘗,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對吧 好,來吧 好,來吧 有一點感覺 好像回到小孩的時候 學習爬行的感覺 看回頭 真是想不到 原來我們都可以成功攀越 這幅百尺巨墓 原來有時候 看上去不可能的事 只要你願意去嘗試 給一個機會自己 你的人生就可以跨前一大步 突破未來 不過 人生的挑戰總是一個接一個 離開千絲墓之後 我們將會接受 游省下降的挑戰 我和阿輝都是大